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17号星期三 摩根什管利的前主席罗奇 他说60年来美国抹黑对手 从未像现在抹黑中午这么狠 这个人挺有意思 我前一段时间5月29号是录一期视频 第7225期 摩根什管利的前主席罗奇 他说香港完了 香港成了1949年南京城 还记得吗 也是他说的 他这个人挺有意思 我还挺喜欢他 他是基本上真的站中间 两边他都说 好的也说 坏的也说 认识都说这挺不错的 我挺喜欢的 美国还是有点这种人的 他在彭博社7月15号的一期播客节目中 摩根什脸律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说 他说自我成年以来 就近60年来 我印象中美国抹黑其他对手的时候 从未像现在抹黑中国这么狠 他说这非常的令人担忧 他说美国两党以国家安全为幌子 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 会将美国带入一场新冷战 这种恐慌症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温度再降低一度 有点热 这种恐慌症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可能会导致中美的全面开战 美国炒作的国家安全风险 基本上看起来都是没有依据的 单方面的推断 所谓的中国的安全威胁 很多的都是夸大其词 罗奇说 从上届川普政府开始 美国对待关税和贸易逆差的方式 就反映了川普 他其上完全误解了国际经济的运动方式 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仅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 2023年 美国与106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贸易逆差 美国自身的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 才是对外贸易逆差的根源 从川普到拜登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 看起来降低了中国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所在的比例 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 他说只是将部分对华的贸易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而且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成本反而更高了 你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转移到越南转移到墨西哥 那么这里边有很多部件实际上在中国生产的 合金部件 然后过到印度越南墨西哥去组装 但是导致什么 我们还不如直接在中国买 在中国买可能更便宜 你这么绕了一道手之后 我成本反而更高了 我付出的价格更多 然后你还有加关税 最终导致实际上是对美国工人的一种征税 是中下阶层的一种征税 他们要负担一 当然不可能全负担 但是也要负担一部分 对不对 他说美国的政客不断渲染中国威胁 好像只要从北京按一个纽 美国所有的基础设施就都瘫痪掉了 对不对 他说美国的敌意让中国也没有办法相信美国 所以两国关系现在建立在互不信的基础之上 这样局势一触即发 可能导致全面战争 我觉得说的其实是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最后如果打起来的话 真的是美国在寻求的 美国实际上现在在寻求 我想跟中国的战争 我现在一点也明白的一点 就是说所谓的什么中国安全 其实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美国觉得 他有一种危机意识 有一种威胁感 就觉得中国发展起来了 如果现在我不跟中国打一仗的话 很有可能中国他从经济上 从工业上 从各方面就要超越美国 我们就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就变成第一大经济体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上我必须要跟他打一仗 打一仗的话 我要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舆论宣传 就出师嘛 出师要有名 对不对 我要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舆论宣传 那么舆论宣传就让大家觉得 我跟中国打仗 我是百分百正确的 我待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他是完全错误的 甚至就是比如说 中国一个十亿人的国家 他们对几千万法轮功学员 对几千万的维吾尔族 对几千万的穆斯林 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屠杀 然后把他们就是圈养起来 就养在笼子里 跟养猪养牲口养牛马一样 把他们养在那 养完之后 就是说随时需要了 把他们拖出来 就活着 就活体 就把他们的器官强制接触 然后贩卖他们的器官 以此来牟利挣钱 发展经济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是一种反人类罪行 我们不能允许这个 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有系统性的 对他的国家 是几千万人 做这种 就是说活体的器官 强制摘除了这种东西 这太血腥了 太残忍了 就以此为这个借口 但是你要明白 当你 就是说你不断的这么去说的时候 你不断这么去说的时候 最后美国老百姓就真的相信了 真的相信之后 他就变成一个什么 就是说 你如果不打中国老百姓 都觉得美国老百姓不能接受的 说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不能打他 他这么邪恶 特别希特勒还邪恶 对不对 希特勒还就只是 就是把他们堵死就完了 中国好 活着就把人家剐了 对不对 太残忍了 我们不能接受 到这样子的话 最后等于就是说 这帮人最后反过来裹挟政府 裹挟政府 逼着政府必须要跟中国开战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就是说 这个逻辑的意思 就是说 当你如此的去抹黑 去渲染之后 到了最后 不打一仗都不能解决了 因为你老百姓 最后就被你就洗脑了 被你接受了 觉得这不打怎么行 不打就不掉正义 不打就不道德了 这样战争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么搞笑气的话 我觉得中美故意最后就是说 如果不是全面战争 也是代理人战争 肯定是要打的 而且美国到最后很有可能 就会经济制裁中国 而且看这意思 你搞不好 就发生在川普的任内 因为如果川普来了之后 给习近平开一个条件 习近平接受不了的话 川普真的就有可能 对中国加上60%的关税 所有东西加上60% 中国方面不可能 没有所反制 有所反制的话 双方可能就是会 参用走火 不断的这种升级 而关键来讲是什么呢 就是说假如 中国现在就觉得 反正你川普就四年了 我把你忍过去 但问题是 你后面你看看德腾利斯 你看看JD1 你觉得有希望吗 这是四年一忍 能过去的事吗 对不对 德腾利斯这都40岁 不到40岁和40多岁 未来二三十年 恐怕就是这帮 这种青壮年的这些 青年壮年领导者 未来几十年都这样 你根本忍不过去 恐怕不干是不行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中国到现在实际上没有武统台湾 主要顾忌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全面的经济制裁 还是在顾忌这一点 但是如果最后我打不打台湾 你都要经济制裁我了 最后打不打是一样的话 我为什么不打呢 你就跟金正恩一样 你说金正恩你不应该支持俄罗斯 不应该给他提供武器 那你怎么办 我要提供你怎么办 你还要什么没制裁 你全都制裁到头了 你怎么办 现在金正恩就是摆明了 就给俄罗斯支援武器了 你还能不能怎么办 你一点都没有了 你又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了 所以对于金正恩来讲 他支持还是不支持普京 支持还是不支持俄罗斯 对他来讲一点区别都没有 你明白吧 就是说如果你川普这么玩 到最后给中国军人感觉 就是我打不打台湾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我打了得了 你懂吗 你这样不等于就是逼着他去打台湾吗 那其实也差不多这意思 美国现在就是说逼着中国 要不打菲律宾 要不打台湾 打一场戴点战争 然后我会全面封锁 全面制裁你 把你彻底就弄下去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那么我怎么知道 川普要上来了 好吧 恐怕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了 可能也真的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好吧 虽然是比较悲观 我最后奉劝所有的中国留学生 再等一等 真的 你最起码要等到11月大选结束之后 你再下决定 如果十月大选川普赢了的话 我真的 我认为中国所有学理工科的留学生 不应该再来美国了 只要你是跟理工科 就是理工科站边的就不要来了 除非你是学文科的 学文科的话 其实我都建议你去别 但是你要偏向来 我觉得还可以 理工科的话真的一个都不要来了 如果明年就川普和JDFans 这两个宝贝上来 你来干什么 很有可能会大面积的对理工科的留学生动手 现在也有在动手 但是少 比例还不是很高 但等川普上来之后 可能真的对非常大面积的去动手 你要做好一定的新准备 好吧 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